重點三我們介紹的是那個樞紐定理 好那這邊我先講一下 其實樞紐定理跟剛才講的那個大邊對大腳 或者是大腳對大邊是一樣的 哪裡不一樣你知道嗎 大直段邊是什麼說的 大直段邊是說 如果你是同一個三角形裡面的話 角度越大的 我的邊就會越大對不對 同一個三角形對不對 那麼這邊告訴你說這個 樞紐定理是說兩個三角形裡面 好如果他說兩個邊對應相等的話 則角度大的話第三邊比較大 角度小的話第三邊比較小 好已經說老師我看不懂他在講什麼 好他的意思是這樣說的 來請看一下 我們看一下 來一樣起碼圖畫一下 我覺得我建議你用圖 用圖去解釋會比較好 好他的意思是這樣說的 他說如果我現在有兩個三角形 好這是其中一個 然後呢這是立摩埃本 好然後呢他的意思是這樣講的 他說這兩個一樣長 然後呢這兩個一樣長 那你怎麼想你知道嗎 你把想像承受解釋一下 想像說這裡是 這裡有個那個什麼鐵釘 有大頭釘的 大頭釘的沒有你把它釘在一起 釘在一起 然後呢一個是這樣子的 往外延伸的 一個是說的比較小的 髒的比較大的就是這一個 聽懂嗎 然後髒的比較小的呢 就是這一個 懂我講的意思 我再講一遍喔你想像這是個鐵釘 然後這是兩個吸管 或是兩個那個什麼筷子也可以 一個是髒的比較大的 然後另外是髒的比較小的 好那我講的重點是說 如果我把這個連起來的話 把這個連起來的話 你告訴我 那個髒的角度越大的啊 他的那個邊會怎樣 就會越大對不對 所以看到沒 他的意思是說 兩個三角形當中 如果他的對應邊相等 就是這兩個相等 這兩個相等 這兩個相等 叫對應邊相等 那麼他說角度越大的 他的對邊的就會越大 角度越小的呢 對邊就會越小 所以其實跟上面有沒有一樣 有 哪裡不一樣 他是在兩個三角邊做比較而已 所以旁邊呢你把它醒一下 這邊告訴你的意思是說 來抄一下喔 他說 在三角形 ABC 和三角形 DEF當中 好他說 如果 AB等於DE AB等於DE 這叫DE 有沒有 AB等於DE 還有 AC等於DF 我剛才只是用那個圖 圖去解釋而已對不對 現在我們要無事敘述去說明他 好 他說如果這個成立的話 他說如果 AB等於DE ABC等於DEF的話 則 如果告訴你說 角A大於角D 就是 這個角度大於這個角度的話 那麼怎麼樣 會到什麼結果 BC會大於誰 BC就會大於EF 就是 如果告訴你說 如果說 有兩個三角形 ABC跟DEF 好 前提是什麼 就是要講一遍 AB等於DE AC等於DF的話 這兩個 這句話成立的話 這句話有沒有 這句話 這就要先有喔 那麼 如果角A大於角D的話 那 BC就會大於EF 這是不是很像是 很像大角對大邊 對不對 只是圍與哪裡不一樣 他是在兩個三角形裡面做比較 而且要有條件 就是兩個邊要相等 那麼角度越大 那個角越大的話 對邊就會越大 那就像我剛才說的 我說你想像成說 有兩個吸管有沒有 一個張的越大 張的越大 那個線就越長 那張的越小的話 那個長度就會越長 這樣會嗎 這叫做 書納定理 好 這裡把他寫上去